大家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题 如果x等于根号下2加根2 y等于根号下2减根2 求x的六次方加y的六次方结果是多少 那我们看到要求的是一个代数式的值 而代数式里设计的这两个字母 上面呢都是给出具体数的 所以呢我们最直接的代数式求值 可以把x和y代入到这个式子里来 我求一下它的六次方 再求一下它的六次方 把它们加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方法 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六次方啊 是一个很高的次数了 而且这里边呢又带有根号 那么你在成方的时候呢 它肯定会产生一些根式 算起来呢不是那么简便 那我们看看这个题 它有没有更有巧妙的方法 我们观察它让求的这个式子 是x的六次方和y的六次方 那我们看到啊 我们经常说过的有一个立方和的公式 比如说a的三次方加b的三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因式分解 它呢使用它等于a加b乘上a方加b方 减a乘b那么这个六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x的六次方加y的六次方 把它看成x平方的三次方 把y的六次方看成是y的平方的三次方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照上面这个公式 把它进行因式分解 那么它就等于我们看啊 这个式子是这两个数的和 也就是x四次方和y的平方的和 后边呢是第一个数的平方 就是x的四次方 然后呢再加上y的四次方 再减去它们两个的成绩 就是x四次方外方 我们这样分解了之后呢 这里的x四次方和外方 结合我们上面的数 它一平方的话 外边这一层根号呢就没有了 所以算起来呢相对要简便一点 那么这时候啊 这两个方好算了 这里这个四次方 我们要继续给它整理 这个x四方外方 把它写成x的四次方加y的四次方 如果我再给它加一个2x四方外方 这里正好出现了一个完全平方 那么后边呢我们就需要再减掉 就是减三个x四方外方 这样保证我下面的式子跟上面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里给它写成一个完全平方的形式 就是x四方加y方乘以 这里是x四方加y方的平方 再减去3x四方外方 那么把这里再展开 它们两个可以成 得到的是x四方外方的三次方 再减去3x四方外方 x四方加上y的平方 这样子我们现在呢 相当于这两部分式子 我把x四平方和y的平方算出来 然后把它带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你的x和y数值是知道的 我们的x的平方就是2加上根号2 y的平方呢就是2解根号2 所以呢x四方加外方 它俩的和等于4 x四方乘以外方 这里正好是一个平方差 它应该等于2的平方减根2的平方 就是4减2结果等于2 我们把这两个结果带入到这个式子 下面带入 那么你可以说原式 它等于前面是4的三次方 减3乘以2再乘以4 那么就是64减24 最终的结果等于40 这是4层的平方 我们从而来日本是5元的经纪